诗篇第五十六篇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 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 他们聚集 埋伏窥探我的脚中 等候要害我的命 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 神啊 求你在路中使众民堕落 我几次流离 你都记熟 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 我呼求的日子 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 神帮助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 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耶和华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神啊 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 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 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 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 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 诗篇第五十七篇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阴下 等到灾害过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那要吞我的人 辱骂我的时候 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 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 剑 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神啊 愿你崇高 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 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反吊在其中 细拉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我的灵啊 你当行起 情色啊 你们当行起 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尝 神啊 愿你崇高 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诗篇第五十八篇 世人啊 你们莫然不予 争和公义吗 施行审判 岂暗正直吗 不然 你们是心中作恶 你们在地上 撑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 恶人一出母胎 就与神疏远 一离母腹 便走错路 说谎话 他们的毒气 好像蛇的毒气 他们好像塞耳的轮回 不听行法术 不听行法术的身影 虽用吉林的咒语 也是不听 神啊 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 耶和华 求你敲掉哨壮狮子的大牙 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样 他们仇准射箭的时候 愿箭头仿佛砍断 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 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 你们用荆棘烧火 锅还未热 他要用旋风 把轻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 一人见仇敌招报就欢喜 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 因此人必说 一人诚然有善报 在地上国有施行判断的神 诗篇第五十九篇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 把我安置在高处 得托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 和喜爱流人血的人 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 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 耶和华 这不是为我的过犯 也不是为我的罪欠 我虽然 我虽然无过 他们预备整齐 跑来攻击我 求你兴起 建察帮助我 万军之神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兴起 惩治万邦 不要怜悯 行诡诈的恶人 希腊 他们晚上转回 叫号如狗 围城绕行 他们口中喷吐恶言 嘴里有刀 他们说 有谁听见 但你耶和华 必笑话他们 你要吃笑万邦 我的力量啊 我必仰望你 因为神是我的高台 我的神 要以慈爱迎接我 神要叫我 看见我仇敌招报 不要杀他们 恐怕我的名忘记 主啊 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用你的能力 使他们示善 且降位卑 因他们口中的罪 和嘴里的言语 并咒骂虚谎的话 愿他们在骄傲之中 被缠住了 求你发露 使他们消灭 以至归于无有 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 直到地级 希腊 到了晚上 任凭他们转回 任凭他们叫号如狗 围城绕行 他们必走来走去 寻找食物 若不得宝 就中夜在外 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 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 在我急难的日子 坐过我的避难所 我的力量啊 我要歌颂你 因为神是我的高台 是赐恩于我的神 诗篇第六诗篇 神啊 你丢弃了我们 使我们破败 你向我们发露 求你使我们复兴 你使地震动 而且崩裂 求你将裂口医好 因为地摇动 你叫你的名 欲见艰难 你叫我们喝那死人 东倒西歪的酒 你把金旗赐给敬畏你的人 可以为真理养起来 希腊 求你应允我们 用右手拯救我们 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 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 我要欢乐 我要分开事件 账量苏格谷 激烈是我的 马拉西也是我的 以法连是护为我投的 犹大是我的账 摩押是我的沐浴棚 我要向乙东抛鞋 菲利斯啊 你还能因我欢呼吗 谁能领我进坚固城 谁能引我到乙东地 神啊 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 神啊 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 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 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 我们依靠神 才得施展大能 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 真言第十二章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 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 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设诡计的人 耶和华必定他的罪 人靠恶行不能监力 义人的根必不动摇 才得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遗修的妇人如同朽烂 在她丈夫的谷中 义人的思念是公平 恶人的计谋是诡诈 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 正值人的口必拯救人 恶人轻腹归于无有 义人的家必站得住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 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 被人轻贱却有仆人 强如自尊缺少食物 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 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宝石 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 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 义人的根得以结实 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 但义人必脱离患难 人因口所接的果子必保得美福 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 愚望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 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叫 愚望人的恼怒历时显露 通达人能忍辱藏修 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 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依人的良药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 舌说谎话只存骗食 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 劝人和睦地便得喜乐 一人不遭灾害 恶人满受祸患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 行事诚实地为他所喜悦 通达人隐藏知识 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 懒惰的人必服苦 人心忧虑 屈而不深 一句良言 使心欢乐 一人引导他的邻舍 恶人的道叫人失迷 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 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 其路之中并无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